大家好,我是Catrina 這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兩個星期的韓國之類買了什麼 這次去韓國總共買了兩大袋的產品 但應該不會說三類的產品 因為如果說完的話,這段影片應該會有一個多小時長 所以這次主要是分享Skincare和化妝品類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所以我不會跟著品牌說 所以我拿到哪一件就說哪一件 第一件是Mischa的一支防曬 這支我是在樂天超市買的 因為Gloria說這支Mischa的一神 在Youtube有很多人都說它很好用 我那時候看到是買一送一 然後她試過上手 一個薄身和不黏黏的防曬 我覺得它很適合夏天使用 這支是有SPF45PA3的 這支如果是平日出門的話 我想也夠用的道數 第一件都是Mischa的東西 這支是她的七日色調整 她以前也有推出過這類型的色調整 以前那包好像是3000W是正價 但這支就貴了,現在好像是5800多W是正價 但我買的時候也是有特價 到時候也是3000多W 這支Gloria好像已經試過了 但她說尺寸應該不夠用兩次 所以相對來說是貴了 第二件是Pili Pira的眼純色妝液 這支好像在KEO的店裡有的 這支也是買一送一 這支我記得好像是3000多至4000W 就買了來試一下 下一件就是這支3M暗瘡貼 這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它是很多Vlogger都推介過 說是很薄 而且可以貼到一顆龍出來的暗瘡貼 其實我不是經常蓋一些有龍的暗瘡 但如果平日真的蓋暗瘡 我可能會擠著再黏著再化妝 直接用化妝品去觸碰那顆擠完的瘡 感覺上會惡化 所以我當它是Protection 另外就是在16 brand買了兩包Mask 那時候也是做一加一 一萬瘡有五張 一加一就是一萬瘡有十張 除了就是七萬一張 那我就買了改善肌膚紋理 和鎮定的 那為什麼我買改善肌膚紋理呢 因為我應該是極乾肌的一種 所以很容易會有很多細紋 我現在雖然20歲 但我覺得我已經開始要用這支 那就試一下吧 鎮定就是因為有時候皮膚會紅 敏感的話 那我想敷這支可能會有這樣 我認識Teen Brand第一次去 那我就覺得怎樣也要進去買到的東西 那就是買它的眼影 就是傳說中三秒可以化好那隻眼影 又覺得不太需要 隨手拿了兩包面膜 另外也有去Daiso買一下東西 那第一樣買的就是這個牙刷掃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想買一支牙刷掃去上底妝 有些結身的粉底會用這些牙刷掃 會推得漂亮一點 所以一直都很想買一支 那本來就走進去Explorer 打算買它那支 但那支差不多要2萬元 可能要百多二百分的一支 那就覺得很肉赤 但是比我Daiso看到這個2千元 那就是14元只有一支的眼影 那我也用過一次這麼大把 毛質不可以說是超級滑 那始終它14元的質素也不可以要求那麼高 但是如果是平時推一些結身的粉底的話 我覺得這些都不錯 那另一件Daiso買的東西 就是這個牛奶妹的筆袋 如果大家有看我上年的手信 都知道Gloria買了一個牛奶妹的化妝袋給我 我知道它今年牛奶妹這個系列都還沒停 那我很喜歡牛奶妹 那這個2千元幾個筆袋 那我覺得也挺划算十幾元 所以就買了它回來了 那下一件就是買了這些 Beauty Brander 那這一支其實它是四粒妝來的 但是我跟我另外兩個朋友分享了 那我就要了兩粒 那這一支我記得單買一粒 就是2千元 但是如果五粒買的就是5千元 所以這個買四粒一次買會比較便宜 我目前用過最喜歡的底妝工具就是這些 另外也是一些Daiso的產品 那我就首先買了兩盒膠布 那一盒就是Cow Cow Friend Ryan做包裝的 那這個就是牛奶妹 那這兩隻公仔我也是超喜歡的 那它也是1千元一盒 每一盒好像有20張 那我那時候也是因為少女心爆發的 那我就買了 另外一件就是這個 又是牛奶妹 那就是牛奶妹的原生筆 那時候也是見到1千元 就是7元一支 那我就買了 那它將會跟我這個筆袋一起用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全套都是牛奶妹 好 接著下一個 這個是Oli Piano買的 那這個就是一些草藥 那就是舒緩 那是M痛的暖膚貼 那它裡面好像是有些草管 或者中藥的成分 那就可以令你的M痛舒緩一點 那這一隻我記得也不是很貴的 好像也是3-4千元 那就是20多元 那有三塊 那這個我就想著可能 可能遲些是M痛到頂不住的 所以就試一下它沒有用 那其實暖膚的東西也有用 但是就不知道它的草管 成分是怎樣 那如果遲些試了 就告訴大家 那下一個也是Mischa的 那這個就是 其實是Grow Tension的 那是一個Cusion 那前陣子在Youtube的討論上也是極高 那就是說它是光澤感德里有遮蓋的 那這一隻就是跟LINE合作的那款 就轉了包裝了 就是這一隻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買這個Cusion呢 是因為它那時候還有9千元一粒 那就是它只是六十多元 已經有一粒 但是這個原價其實是要去到二萬多元 總之是要百多元一粒 但是那時候被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是很便宜的 所以我跟Gloria猶疑了很久 有什麼分別呢 然後她問店員 那就說因為這個包裝 已經是絕版不再出 所以她現在還要減價 那我就買了它回來 那我買的 P21好色 那就是拼通的 那另外在街邊 又買了牛奶妹的產品 那這個就是在尼泰 Artsport對面 白白推出一檔 然後我買這些 生紙包 公仔 那因為那個Aduci 就非常好 就不斷跟我們聊天 然後我覺得她也做得很漂亮 那我就買了 那又是牛奶妹 之後就在Skin Food 買了一個 我平時也經常說的蜜桃水粉 早前就說Skin Food會倒閉 那我就很害怕了 然後就在韓國看看有沒有Skin Food買 然後誰知道其實整個街上都是Skin Food 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擔心 那這個呢 就是他們很有名的蜜桃水粉 一萬三千瓶 九十多元一大瓶 其實它有優惠 那就是買好像三粒就會送了一粒 但是因為真的用了 那我就買了一粒就走了 那我就買了這個是 Ku Kuo for School的Conto 那這個呢 就是被稱之為國民Conto 那一盒 那這個呢 那裡面就是跟了一支掃的 那它的掃呢 那它的掃呢 是一個掃掃來的 那它是斜角 那這些毛質呢 其實都舒服的 好像是一樣價錢 也不知道再便宜 一兩千瓶 那這個 我聽很多很多很多的Blogger都說 它是很容易用的 那所以我也買了來試一下 然後呢 就是一大堆Etul House的產品 那第一樣買的呢 就是K Color Eyes 那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Etul House的眼影盤是非常出名的 就是它是顯色 還有它的包裝也是很漂亮的 那這一盤呢 就是它最新推出的 那份就很漂亮 那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已經很想買的了 因為最近為什麼迷上了紫色呢 那什麼都很想買紫色的化妝品 然後呢 都是一些比較 又是一些手繪的圖案 那這盤呢 就是紫色的眼影 那又試一隻紫色 那其實出來呢 都是一些很... 的顏色 都買了 而且都很顯色的 那這一盤就是紫通為主 而且我之前已經有它那盤 Juice Bar的了 那也是用了很久也很喜歡 那所以今次 出了這個紫色系的眼影盤 我也特意買了一盤回去 那我買的時候呢 就是說買三送一 那當時剛好我們來四個人去 那就一人買了一盤 那一萬五千多瓶 那就是百多元就是一盤 那但我記得香港好像要二百多美的 那所以我呢 如果大家是想買的話 去開韓國呢 在韓國買會便宜很多的 那另外一樣 這個也是在AQHOUSE買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有色的唇膏 那買的就是一些乾燥烏龜色 那我塗過上手試的時候 都覺得這隻不錯的 那但是我覺得就 不可以比美真的的唇膏 那始終這些有色唇膏 你都不可以要求它有唇有顯色 那其實是好像三千瓶 還有二十多元 那都對得住它的價錢 那再下一個 那這個也是AQHOUSE的產品 那這個呢 就是他們AQHOUSE自己出的染髮劑 那應該也是泡泡的了 那這隻買的時候呢 又是買了送一 那也是三十幾四十元 那我買的是偏橙的啡色 前陣子呢 我又有染了一個橙色的頭 那我那時候用的是HELLO BUFFLE 那那次染完之後呢 覺得那個橙色超漂亮 真的很顯白 然後很特別的 那但誰知道過了兩個星期左右 就已經掉了 可能遲些會再去染 讓頭髮好一點點的時候 那再染上橙色的頭 那下一個呢 就是AQHOUSE買的 那這個呢 就是覺得整個是AQHOUSE買得最底的一個 一個套 那它就有一枝粉底 有一枝素 還有一個水粉 那這個套買的時候 好像是一萬四千元左右 就是百多元 這個套是超低的 它送了很多東西 那我記得我一去到韓國的時候 那我是用回我平時香港的化妝品 那我在香港是超喜歡用Maybelline的粉底 那但是去到韓國 那些做皮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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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完全貼不上妝 是會脫皮的 那所以呢 那時候就很想搜索一枝 潤一點的粉底 那我走入AQHOUSE的時候 就被我發現了這個套 那覺得超低的 那我就立刻買了來用 那用過在韓國這麼乾燥的天氣 那真的可以特別貼妝 那來香港就未必適合用 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潮濕的天氣 用這麼潤的粉底 在夏天使用就會很容易用妝 那這個超級推介給一些乾肌的朋友 始終是比較流質 和潤身的質地 那所以如果是冬天 或者是去乾燥地方旅行的時候 就會很適合 那我現在回來香港也未必這麼快再用 可能也是等到冬天 或者秋天 我就會再開始用了 Misha買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支眼影的... 就是眼影來的 那它就像牙膏一樣擠出來 推出來就是粉紅色的這一支 那買的時候 那時候Misha在做一家一樣的 那摺了之後 我記得是20-30元 所以我就買了 那它是很顯色 而且它的顏色也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粉紅色 那另外呢 就是在VCE也買了一些東西的 那這一支呢 就是它們很有名的那支唇膏 那我買的顏色就叫做 Going White 那它就是一支 專紅色的顏色 那我那時候試上手的時候 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3CE的唇膏始終是比較乾一點 那特別是我這個那麼乾的 去學生上就一定要 塗上唇膏打底的 這支唇膏也要15000元 那前買的時候就沒有做什麼特別優惠的 但是好像比香港比較便宜 那一直都很想買一支 VCE的唇膏 那時候就立定了決心要買它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捨得開來用 那另外也買了一個 VCE的碎粉 那這一盤就不是在VCE的專門店買的 那我就是在離大的一間 類似雜貨店 它裡面就有很多化妝品 那這個好像比它專門店便宜一點的價錢 那我記得它好像是2萬元左右 即是8-4元 那我就試過上手 那我就買它最淺的顏色 那就是0-1 是有點閃閃閃閃的 那如果你喜歡全MAC的話 那我應該就對了 那你看到它出來的效果 也是我不喜歡的感覺 那我就買了 而且它比專門店買的價錢便宜了 那我就覺得 嗯...100多元3CE可以買了 那這樣就買了 那另一支呢 這個也是在我剛剛說的那間雜貨店買的 那這一支呢 就是Triple Yvette的 True Collagen Wrinkle Eye Cream 那就是可以去眼紋的 那因為呢 我現在都已經開始有很多眼紋了 那我也覺得我是時候要努力一點擦眼霜 那那時候就買了這一支 好 接著呢 下一個也是Mishac的產品 那這個也是1加1的時候買的 那它就是Mishac的遮瑕膏來的 那就是Tip Concealer 那之後呢 是跟Gloria一起買的 因為它很想買很多遮瑕膏 那遮瑕膏的存貨呢 那遮瑕膏的存貨呢 只剩下4個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找一支 薄一點的遮瑕膏 那所以呢 我就買了這一支 那下一支呢 就是Innersree的產品 那這一支呢 都不需要多說的了 那這一支就是Innersree的眉筆 那是比較偏啡的顏色 那應該以什麼色頭髮都用到的了 我呢就是兩支單色的眼影啦 那第一支呢 那第一支呢 就是... 在Apple買的 那是這一支吃你的 下面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買這支眼影呢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在店鋪上手的時候呢 是很紫的啦 但是不知為什麼呢 回到家再試之後呢 覺得... 為什麼變成粉紅色呢 那時候呢 就覺得很不開心了 那知道回到家後它變成粉紅色啦 然後我就... 很不甘心啦 那所以... 那第二天呢 我就馬上去Apple House再看啦 那就被我遇到這一支 真紫色的眼影啦 那我那時候呢 在Apple House上手的時候呢 它就是... 紫色偏藍的 但是我很怕 再買一些紫色偏紅的 上到我的眼睛 又變成粉紅色啦 那所以呢 我就立下心腸買了這一支 那這一支呢 我覺得都很漂亮的 那最近覺得 紫色眼影啊 紫色胭脂這些都是大小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 然後下一支 也是Apple House的 那這個就... 大家都不聞身的啦 那就是BingBing Eye Stick 那我買的呢 就是紫色來的 那這一支呢 都是未開的啦 那時候我都想了很久 是否應該買好呢 因為大家剛剛都看到我買了 去Pay Color Eyes 我買了單獨眼花 那我現在又買了一支 紫色的BingBing Eye Stick 好像不像這樣用啦 但是因為那時候 是最後一天 最後衝刺的時候 看到它又再減價啦 那它只是3千元 還是3千元 所以總之一天是20元 就可以買到它 那我就覺得 算啦 最後一天了 那我這麼想要紫色 那我就買一買它 然後呢 下一支呢 就是在Natural Republic買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奴會的 眼霜霜 那它前面呢 就是做了一些 這樣的滷滷的設計 那就是讓你可以這樣按摩 眼睛 這樣穿這些滷滷的 那那時候看到它 這個滷滷的設計 那我也是多眼紋類型 然後那時候它又減價啦 那Goria就說 不如一起買一支吧 反正一加一 那我那時候呢 就減到是 六七千元 就是有一支 即是四十元 那我希望我買了這麼多眼的產品 可以減到一點點眼紋啦 然後下一樣 這個是我真心跟大家推介的 那這個呢 就是Natural Republic的 它的Mask 那這一張呢 就是奴會 那我那時候 也是看到它買一加一的時候 那它那時候呢 就是二千元一加一 一張可以任選不同的款 那我當時買了奴會 橙啊 藍莓和茶樹 那我用過這麼多隻 裡面呢 奴會是超好用 因為我那時候在韓國 就是很乾的 那我就每晚臨睡前呢 都會敷面膜啦 敷這個奴會的Mask 是真的可以 立即可以 補到水啦 可以補濕啦 那時候化妝之前 敷這一張呢 都不會太過滋潤 而搞到之後的底妝不貼服啦 那所以這一張呢 是真的超級推價給大家的 那我已經用了很多張啦 現在都是剩下四張 那天見到的時候呢 又是最近一加一啦 那又是一萬瓦又二十張 那所以其實算三個半一張 是真的超級低的 我要奉勸大家一句 不要買藍莓那一張 因為藍莓那一張呢 它是奶白精華來的 但我知道奶白的精華 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受到的 因為我那時候用了一張 藍莓那一隻 然後我敷完之後呢 我臉是立刻 起了紅印啦 然後是立刻很癢啦 然後我就覺得應該是敏感的 所以那一張呢 就要敏感肌的人 可能要特別小心啦 因為我平時都不是說 特別好敏感那些皮膚來的 但那一張一敷完之後 立刻搞不定啦 不要買那一張啦 那露會這一張是超級推介的 然後下一件呢 都是我自己用過 超級推薦的產品 那這一枝呢 都是在Apple購買的 那這一枝呢 就是18歲 Fresh Cream啦 那它就是一枝比較清爽的奶油來的 那那時候在韓國也用過啦 那雖然就不是說特別好潤的 因為始終韓國這麼乾的天氣 用這些都應該不夠的 那但是我在妝前用啦 在香港用呢 也是用過非常之好 它是不會令到你的底妝很難貼 那它就比較透薄一點的 那所以這一枝呢 做妝前啦 或者是早上做日霜呢 是超好用的 那這枝是3000多 都是20多30元 就是一枝這麼大枝 那到最後的最後呢 那就是買了一盤 這個Ali Time買的 那就是IOPE的神仙水套裝啦 那裡面呢 就有一枝神仙水啦 那還有一枝保濕噴霧啦 那這個是化妝棉 那再送多了兩顆的cream 那時候呢 去Ali Time的時候呢 就被那個姐姐極力推薦我們買這個 因為它本身一枝那枝神仙水呢 都要差不多54000多元 300多元 那但是我們買的時候呢 就是45000元 有這一枝 它就送了Lanege的水面面膜 還有唇膜的 那這就超級划算啦 因為Goria又說這個是一個很貴的牌子 其實純粹是 因為它的價錢便宜了很多 而且它送這麼多東西 Skincare化妝品裡面最貴的一盤 那希望它好用啦 但是應該都會讓家裡的通膜用完 才會開來用的 好 那我就分享了 我在韓國買的化妝品 還有護膚品 希望可以出到Lily Broad的第二集 那這個Skincare 遲些用完之後 有機會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後感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